英国国会将在下个星期进行脱欧协议表决 英国脱欧的命运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反脱欧示威者已经按捺不住 数百人穿上黄色背心走上街头 要求首相特丽莎梅下台立刻举行大选 就在同一个广场脱欧支持者 同样穿起黄背心发起机会 两匹人马互相叫嚣一度发生冲突 防暴警队到场维持秩序 法国黄背心运动蔓延至欧洲各国 英国伦敦星期六同样发起黄背心示威活动 不过这群示威者的目的是高呼英国首相特丽莎梅下台 反脱欧分子趁着英国脱欧协议草案投票倒数计时 走上街头要求立刻举行大选 参与者也包括英国在野党工党成员 示威者也对保守党政府的紧缩政策 表达强烈不满 现在是完全混乱的国家 我认为我们永远会在冠军上 我觉得我们需要公共的行动 然后把民众帮助 然后把政府改变 你烦你的 我唱我的 伦敦市中心的不远处 还有另一批支持脱欧的民众发起起会 两派人马互相叫嚣场面火爆 所信镇报警队在场阻守将集会者分得开 才没有酿成流血事件 英国议会将在这个月15号 对脱欧协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英国政府和欧盟达成的协议草案 能否通过将决定英国脱欧的最终命运 NTP7 组火道